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實驗室中燒杯 都放在 陶瓷纖維往上加熱 他的目的為何 就是說 我們這個比如說這是一個 那個 就是 等於是腳架 那現在的話呢 你要給什麼呢 給那個燒杯加熱的話 不能什麼呢 不能直接對燒杯加熱 那通常他為什麼呢 他會墊一個什麼呢 墊一個那個 這個什麼呢 陶瓷纖維往 墊一個陶瓷纖維往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要讓他的那個熱 能夠均勻 熱能夠均勻 一個陶瓷纖維往在這裡的話 那一個燒杯在這裡 那你火一加的話 那個他會均勻呢 散到陶瓷網的 其他地方 這個陶瓷網的話 每個地方就均勻加熱 均勻加熱以後的話 他的話呢 就 就能夠給他均勻加熱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加熱的時候 這個玻璃有可能會破掉 為什麼 因為玻璃他會冷縮熱脹 那你集中在一點加熱的話 這一點的話他瞬間 蓬勻 膨脹以後 可能這個玻璃就破掉了 所以的話呢 我們加熱的話 是要讓什麼呢 讓整個玻璃的話 他能夠均勻加熱 讓他均勻加熱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個 玻璃杯裡面的液體 他也會能夠均勻加熱 能夠均勻加熱 這個 墊那個陶瓷網 他的目的是要讓燒杯能夠均勻加熱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 應該選什麼 應該要選地 應該選地 使受熱均勻 避免燒杯破裂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地 到這裏 那邊 來 在那邊 你 現在 感谢观看